日理政金雀堂邯郸邯野协会第五届炮炸邯郢邢财神文化级开炮 这一次有男女武将约20人接受万炮轰炸 日理金雀堂表示炮炸邯邯是一项特殊的民俗文化 主要代表是银财神除奸罚恶级改运 希望把特殊文化传承延续 也让炮炸邯郢邯的文化可以再次踏上国内外的舞台 日理政金雀堂邯郢邯野协会第五届炮邯郢邢财神文化级开炮 这次有男女武将大约有20人接受万炮轰炸 日理金雀堂表示炮炸邯邯是一项特殊民俗文化 主要代表是银财神除奸罚恶以及改运 我们今年特别有六位的女邯邯 今年的炮大约炸1200公 去年疫情的关系所以今年比较趋缓 我们送邯郢邯也属于今年来举办天玉花莲在邯郢的活动 也适财适服给民众 今年有六位来自不同地区的女邯邯 其中有两位是来自玉璃镇 年纪只有19岁以及26岁 分别都是希望祝福亲友平安健康 另外会长杨胜安说 这次玉璃金雀堂所举办的炮炸邯郸野活动 期盼民众能够全力支持 其心将特殊文化传承延续 也让炮炸邯郸文化再次踏上国内外舞台上 记者高双双玉璃镇采访报道